在屏東旭海進行的臺灣首支混合式 類衛星載具火箭發射 今年五月因故取消 原定今天清晨六點要重新發射 沒有想到又因為氮氣分離 街頭發生了問題 研究團隊是要決定在延後一天 明天同一時間來發射 已經有不少的火箭迷 天還沒亮就在觀景臺等待 一早就有許多民眾在屏東旭海 火箭發射場等待 因為臺灣首支混合式 類衛星載具火箭預計九號上午六點發射 吸引不少火箭迷前來觀看這項創舉 這項科研火箭計畫原定今年五月 由陽明交大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簡稱ARC負責執行發射任務 但是當時因故取消 延期到七月九號再度挑戰 沒想到又因為氮氣分離街頭發生問題 研究團隊決定再延後一天 十號同一時間再發射 分離街頭是我們起飛前 一定要釋放的一個機構 那如果那邊異常的話 其實我們火箭放飛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後來還是決定 就延到明天來進行發射 研究團隊強調準備工作會繼續進行 使火箭維持最佳狀態順利發射 這次發射目的是為了測試火箭導航飛行控制能力 以及飛行模擬程式的準確度 未來所有控制技術都可以移植到衛星載具火箭上 是臺灣太空產業的一大步